巴士港鐵人多祭壁 乘客身體的碰撞特別多 警方數字顯示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發生的非禮和偷拍案有上升趨勢 今年頭9個月就有超過180宗 比去年增加一至兩成 但大部分的受害人都不會報警和求助 多數只會選擇對騷擾者怒目而視 甚至離開座位 有關性暴力團體就訪問了400名男女 其中大約100人曾經在公共交通工具目睹其他人被非禮或性騷擾 但只有4個人肯主動報警或通知車站職員 他們呼籲目擊者不要只掛著拍片擺上網 所以如果你真的拍了一段片 用這段片作為一個證據 作為一個呈堂證供 這樣就更有勇 不要只是這樣擺上網 因為只擺上網對受害人來說是一個第二度傷害 如果你當時沒有任何舉動的話 組織過往也曾經收過求助 在一宗懷疑非禮案上受害人報警 反而被巴士上的銅車乘客 指責阻止行程令到市主感到難受 他們呼籲目擊者日後應該主動伸出援手 市主亦要挺身而出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譚宇仲報導 下集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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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